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今日头条的网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谁与真风 我是王峰 台湾高科技大厂投资印度 没有想到因为员工薪资的问题 引爆了印度工人发生暴动 这场突如其来的工人暴动 使得台商伪创位于印度 纳萨普尔的工厂损失惨重 此间联合新闻网他的报导指出 台湾科技公司伪创支通 在印度班加罗尔的iPhone制造厂 12月12号金船工人 因为薪资和工时的问题群起暴动 根据印度时报的报导 印度时报的报导指出 公司承诺给电机系毕业的学生 毕业生21000块印度卢比的薪水 后来降低为1.6万卢比 近几个月再降薪 再调降到1.2万卢比 飞电机系的毕业的月薪 减为8000卢比 为了薪资争议 所以引爆了这一次的暴动 台商往印度 往印度跑一方面可能是被动配合台湾当局的政策 但是毕竟商人将本求利 看重印度的就是印度当地的工资水平比较低 工程师给月薪1.2万卢比 相当于人民币1067元 非电机系的职工月薪8000卢比 相当于人民币700多块 这个叫我们一般中国人 叫我们中国人 当然不会去干这种薪水那么低的工作 但是印度消费水平也比较低 拿这些钱来生活应该不成问题 只是工薪阶级谁不希望自己的薪水多拿一些 谁不希望自己的薪水节节高呢 再来看一个问题 这家台商所在的位置在印度高科技产业 可以说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城市叫班加罗尔 这个称得上是印度白领阶级聚集的一个区域 连这种地方都会发生暴动的事情 恐怕就是让业者大改意外 其实这个事件勾勒出两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印度到底起不起的来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台湾的新南向政策 到底做不到的成功 这当然是绿毒当局的新南向政策 到底可不可能实施 首先我们来看印度经济究竟起不起的来的问题 回答这个大哉问要面对三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就是说印度根深底固的国内保护主义 所以一定程度局限了印度对外国资金 对于印度的一个投入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面向是印度它的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 西方给印度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号 也等于是给印度一个高帽子戴 这个高帽子就是说这个印度是亚洲 甚至于是全世界最大的所谓的民主国家 所谓的最大就是说人口最多了 然而印度就是受到这个所谓的民主体制的一个拖累 这个庞大我们印度这个非常庞大 但是呢严重缺乏效率的行政官僚啊 可说根本就是对于企业来说是一场非常大的一个灾难 因为这个官僚体制非常没有效率的 所以印度不可能也达不到办不到像中国这样子极高效率的 因为中国的这个政府政府的团队是执政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呢印度是没有办法去落实经济发展的一个宏远的目标 更没有向中国极高效率又连结的政府的团队来完成大规模的基础建设 没有行政执行能力又没有基础建设 所以印度啊根本不可能像中国一样 基深全球经济发展竞赛的前段般 第三个面向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面向就是说民族性的问题 根据统计印度它的全国有十几个十几个大的民族 一百多个小民族还有四百多个民族部落 语言他们有四大语系是五种官方语言一千六百多种民族的语言 所以最糟糕的状况可能是比如说印度总理莫迪 今天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谈话公开说了什么事情 可是呢要让全印度十几亿的人民听到或者是听懂 这可能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更要命的是印度未处热带地区 所以呢他们的民风非常的懒散 老百姓普遍的好吃懒做 多数人能够这个生活啊有东西吃就够了 所以呢根本缺乏一个创造财富或者是升官发财的欲念 所以印度的民族啊他缺乏 普遍缺乏一种积极进取勤劳奋发的一种工作态度 国家经济到底好不好不干老百姓的事 所以呢他们乐天之命 没有事业拼搏的动力 所以印度想改革经济恐怕要再等几十年恐怕都还不行 既然印度经济起不来 台湾和美国绿毒当局幻想用印度来取代 或者是拆解中国这么庞大的产业链 恐怕是圆木求鱼是办不到的 打开天窗说亮话 台湾绿毒当局的所谓的新南向政策 其实就是为了配合美国所搞的所谓的印太战略 美国拿印太战略用来遏止中国 台湾绿毒当局呢 却拿新南向政策去讨好美国 惨媚美国欺骗美国 说新南向政策可以协助美国 拆解中国世界工厂的产业链 偏偏印度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 印度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这也导致蔡当局搞的新南向政策注定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大国崛起必须要有天时地利人和 主客官条件方方面面的配合才可以水到渠成 印度人口够多它也是文明的古国 无奈民族非常的复杂 人心各异官僚体制效率低落 国家的政策老是尾随西方国家左右摇摆要追赶上中国 我看真是难如上青天